歡迎收看臺灣上前行的鄉先驚 我是孟琦 10月13號的基隆市長罷免案沒有通過 謝國良以8萬6千多張不同意罷免票 驚險的守住江山 不過呢 同意罷免的選票也逼近7萬張喔 吳靜怡Grace就盛讚說 他覺得這一次罷良團體 快要比一個政黨還要厲害了 謝國良保住了市長大衛之後 後續可以止住大罷免朝嗎 現在已經傳出台中三位新科立委 已經被鎖定了 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 持續來關心精華城案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爆料說 結果檢方這個禮拜 將約談一位女性 而且身分超級大咖 外界議論紛紛 到底會是誰呢 難道會是黃珊珊嗎 還是蔡碧如 還是陳佩琪 還是陳志涵呢 好 現在黃珊珊第一個 跳出來否認說他沒有收到傳票 後續的案情到底會如何發展呢 我們稍後帶大家持續來關心 好 我們趕快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我們邀請到的是 民進黨立法委員蘇曉惠 孟琦好 大家午安 好 接著歡迎到的是 資深媒體人林玉慧 孟琦好 大家好 好 接著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 民進黨台北新議員許淑華 孟琦大家好 稍後呢 還會有國民黨台北新議員 詹維媛 以及立法院榮譽顧問陳柏惟 都會加入節目討論現場 好 那我們要先來看到的是 挺過罷免危機的謝國良 今天一大早早早就來上班了 一起來看 我想我們一定會好好的 在各界的鞭策下 我們會繼續努力做好我們的工作 謝謝 挺過罷免 基隆市長謝國良 保住市長大位的第一個上班日 早早就上工 是不是差點失去 所以才特別珍惜 感謝每一張不同意罷免票 對於將近七萬的罷免同意票 我希望我們非常的認真 而且謙卑的看待 謝國良 態度謙卑再謙卑 畢竟能過關相當驚險 看看這次罷免案 投票率高達50.44% 不同意罷免佔了八萬六千零一十四票 而同意票則有六萬九千九百三十四票 雙方相差一萬六千零八十票 儘管罷良沒成功 拆良團體發言人李燕榮沒氣餒 上廣播節目表示 這次行動不代表失敗 昨天謝國良拿的票 大概就是基隆的藍色基本盤 那我們一邊看到的其實是 他對於他過去選市長的時候 其實已經流失了一萬票的票數了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這件事情最大的意義是要 鬆動過去國民黨在基隆的長期執政 其實我們看起來也是覺得他連任的機會不大了啦 近七萬票的名義 讓謝國良蒙上連任危機 回頭看看罷良故良一路走來 簡直小沙米對抗大金魚 公民團體就靠志工小蜜蜂 卻逼出國民黨危機感 藍營可是請全力動員 全黨就一人才有這結果 投票結束之後 國民黨選擇用郵接卸票 然後並且放鞭炮的方式 而不是去反省為什麼這一次 在如此資源不對的情況下 還只差一萬五千票 那我們尊重這個罷免公民團體 給我們的一些執政 我希望能夠在禮拜二下班前 會先給代先打個電話 罷免案成為執政警訊 謝國良想展現誠意 承諾找罷良案領閒人代警案溝通 前基隆市長林又昌也發文指出 這次投票率高也代表 不管是誰或哪個政黨亂搞 基隆人是會生氣的 即便罷免落幕 但基隆的民主發展已經前進一步 基隆的這個投票率真的是 比外界一般想像的還要來得更高 因為我們把過去的罷免案 投票率給他調出來看 之前最有名的就是韓國瑜的罷免案 當時的投票率是大概四成二 那麼2021年這三場的罷免案 包括議員王浩宇 當時的投票率是不到三成 只有28.14% 那麼黃傑投票率當時是四成一 好那陳柏惟當時的罷免案 好是51.72% 好算是蠻高的 那這一次呢 謝國良的這個罷免案 大概也是大概過 大概五成左右 50.44% 這真的是比大家想像中還要高 我先請教一下這個玉惠姐 因為不同意罷免票來到 86,014票 那同意罷免也逼近7萬大關 69,934票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最後一個禮拜 國民黨幾乎是精銳進出啦 一個一個大咖通通都到基隆去 那對比拆兩團體的部分 頂多就是 例如說找找一些政治評論員啊 找找名嘴 這個跟那種政黨侵權力下去 那是差很多的 所以這一場人家說 小蝦米對抗大鯨魚 昨天開票出來結果是這樣子 玉惠姐這邊怎麼樣來看 我先講結論 就是我知道其實有很多的朋友 甚至於我們的觀眾會對於 阿基隆怎麼沒有把謝國良給罷免掉 會覺得很懊惱 竟然會去說阿基隆哪裡哪裡不好 阿基隆怎麼樣怎麼樣 我以後不要去基隆了 我要在這邊呼籲大家千萬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這一次的公民團體 他們能夠從3月份一路奋戰到現在 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 他們從一開始的零票 一直到接近7萬票 這一票一票一票都是非常扎實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要再次的要拜託大家 如果你現在還想要去 這個消遣基隆人 去笑話基隆人 真的請大家不要 我要用就201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蔡英文總統 她那時候還在選舉 還在選新北市長的時候 那她曾經落選 她在落選的那個敗選的那個晚上 她曾經講話 當然你可以悲傷 然後你可以沮喪 你也可以哭泣 但是要記得 我們大家不能夠喪志 我們一定要更勇敢 因為只有更勇敢 我們才能夠達成我們的目的 我們才能夠達成 我們想要的這個方向 所以套句現在動漫很流行的 叫葬送的福利連 如果辛梅爾 他也會同意我的講法 也會認為基隆的這些山海志工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勇者 我們應該要給他們掌聲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我接下來再跟大家來講 第一個不同意罷免 剛才孟琪講說 最後一個禮拜 國民黨清朝進出 請朝而出 其實哪有只有最後一個禮拜 國民黨光馬英九 好像就去了將近十次 把他握了十次手 然後朱立倫去了 四五四 朱立倫去了幾次 然後你看到 國民黨各個地方縣市 放下他們各個縣市的 張立善有沒有去 彰化的有沒有去 台中 新北 桃園 台北 是不是大家都瘋狂的往基隆跑 希望說基隆 大家一起來保護我們這個 國民黨的金孫 這個謝國良 希望擋在前面 那這個就是國民黨 只能是請朝而出 得到八萬六千多票 這個可以說就是 他們在中午的時候 在十二點的時候 大概投票率是31%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一票一票一票的催 你們家還有什麼 你們兄弟你們小妹 你們家的小朋友怎麼回來了 投票趕快 你們姐姐 你們爸爸怎麼沒投票 他是這樣一票一票催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是緊繃的 八萬六千票 那至於同一罷免票的將近七萬票 這些真的是志工他們 因為民進黨如果加進去 這個如果跟就是也加進去 繳進去罷免的話 很容易謝國良在施政上面的那些的缺失 反而是被這個完全淡化了 會變成藍綠對決 那這些公民的用心反而容易被忽略了 這些公民的努力以及公民的意志 反而容易被忽略了 但是民進黨的議員有沒有在 這個需要幫忙的時候挺身而出 我看到是有的 因為包括說很多的基隆的市政 這個不夠這個透明的地方 我有看到基隆的議員 一個一個跳出來來這個質詢 然後當這些的志工 他們被騷擾的時候 我也看到民進黨的議員 他們有站出來 所以這個當然也有一些討論 是不是民進黨要再更積極一點 老實講我覺得 全國如果只有一地罷免的時候 會弄成藍綠對決 我不覺得民進黨跳進去是好事 那但是呢 其實我要退一萬步來講 第二個是你要知道 今天有一篇這個報導 他是說 因為謝國良看到了柯文哲 柯文哲因為他那個政治獻金 一團爛仗 所以這個謝國良就覺得說 我不要又被罷免 然後我又背了一身的爛仗 這個政治獻金的話 我如果現在收了很多的政治獻金 幫我在這個罷免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的罷免法當中 對於是不是可以收取這個募款 這個其實是規範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這個時候他乾脆兼幣親眼 他幾乎都是用他自己的錢 幾乎都是用國民黨的錢 所以這一些的公民團體 我在這邊我覺得真的很了不起 他們讓國民黨可以說是傷金動骨 讓朱立倫拼命去募款 讓國民黨這些金主 把錢抖內到這個國民黨當中 你看到滿庄的國光號 都是用什麼基隆國民黨黨部這些去勘的 然後讓二姓的錢精銳進出 所以是讓謝國良以及國民黨 花了很多的錢在為了保住謝國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當然有遺憾當然有不捨 那當然有會覺得說基隆怎麼會這樣 其實最近有一篇文章他探討到 基隆你知道今年是2024年 可是你知道基隆的很多人的收入 是比1995年還低 這個當然有他時代的這個因素 怎麼去讓基隆他能夠整個反轉 像高雄一樣高雄的命運完全反轉了 高雄跟過去這個在工業城市的時代 跟現在的這個完全不一樣 那基隆曾經反轉了八年 沒有等大人 這個是未來 我覺得我們大家還可以再繼續努力的 但國民黨你們那麼開心 今天仔細有很多人 在那邊接受訪問的時候 贏了還贏了 笑到那個嘴巴裂開 我講那些立法委員 我覺得你們就繼續保持這樣的態度 繼續下去 繼續放任這個 在立法院裡面 讓立法院空轉總預算 你就繼續杯葛 然後你們繼續要去動那個 選罷法的那個門檻 了不起你們就繼續這樣 讓大家看到你們國民黨的險惡 國民黨的朋友 真的一定是嘴巴巴巴巴 因為昨天其實看這個開票的整個過程 先請教一下舒華議員 其實票數還沒有完全開完的時候 我看基隆的部分 國民黨的這個黨部已經在放炮了 已經很早就在放鞭炮 已經在慶祝了 好那這就像剛才這個差量團體所講的 你用這樣的方式來慶祝 你不是應該要深自反省嗎 那當然後來謝國良有說 說他今天就會打電話給這一位 差量的領先人 這位戴錦安先生 會跟他來討論 未來施政 還有哪些需要來注意的方向 那只是說像剛才 玉慧姐講得非常好 他說這一次即便最後 霸樑沒有過關 可是差量團體這些年輕人的力量 已經讓國民黨這個百年大黨 傷筋動骨了 請趙議員 其實你有沒有聽到 謝國良第一個時間回應的時候 跟媒體表達這一次的選舉的結果 其實也不是選舉 就罷免的結果 那雖然沒有過 但是他第一個感謝的是誰 他感謝是國民黨 三顆謝謝克文哲吧 沒有他感謝 他真的要去吐城跑一趟了 那但是他感謝是國民黨 事實上如果是我是他的話 我第一個感謝還是感謝 基隆市全體的市民 對我這次的檢驗跟考驗 那我還是會許心接受 應該是這樣吧 他先感謝國民黨 那我是覺得他為什麼 先去感謝國民黨 感謝朱立倫這些事情 等一下再問委員 我覺得這個你沒有把人民 放在心中 你的心中是政黨 因為你覺得你這次選贏 是因為這個政黨的關係 你才能選贏 所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你先感謝誰 那個才是最keyman的 國民黨大咖幾乎都去基隆一輪 而且有的去好幾次 然後很多立委都去 結果後來最後 你看我們那時候在基隆 因為我爸爸都還是住在基隆 那我常常回去看他們 基隆到處看板 都是在幫謝國良說要罷免 要蓋不同意票 然後旁邊就放很多立法委員 不同立法委員幫忙站台的一些文宣 然後一些戶外的看板 看得起來他其實就把這次當作大選 在打選站 然後看板非常多 所以等於是整個資金 挹注在他的這個選舉的經費非常高 那這個資金在哪裡 是從二姓來的嗎 還是國民黨提供的 你可以一個大鯨魚 然後對付這些小蝦米 然後選完了以後 還感謝你這個偉大的國民黨 這個是我覺得是 讓我覺得蠻質疑的 然後後來才提到說 要去辦會這個召集人 今天這個六萬九千票 將近七萬票的 絕對是這些年輕人 因為他們太辛苦了 這樣他覺得他在城市治理 在這個市政的治理 並不是讓這些年輕人放心 所以才會提出這個所謂的罷名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回過頭來來看一下 這七萬票的人 他們是怎麼看待你 你如何提出更精進解決方案 是 這個他如果在短期內 沒有提出精進的解決方案的話 這些檢視會慢慢一直一直 不斷地浮現出來 然後我還是要講 這次的選舉沒有真的 沒有所謂的政黨力量介入 完全是公民的自發性的努力 然後呢議員部分 是看不下去來協助 但是真的沒有 如果有的話你看 蔡司英那時候拿到 至少拿到七萬一的票 他們這次的那個同意票 也不過才六萬九 如果有政黨的力量介入的話 怎麼可能只有六萬九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講 這一次我非常感謝 拆糧行動的這些年輕朋友 他們站在一字排開 就是一群年輕人 年輕人青澀的臉孔 他們要的就是 基隆要有個未來 基隆要人活得開心 活得快樂 所以他們站出來 勇於面對這次的一個挑戰 基隆這一群拆糧的年輕人 這樣奮戰到最後 其實他們從第一階段 都一直去刁籃 那時候簽連署書 就是要借路口等等的 就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 好不容易挺進到第三關 最後國民黨是輕巧而出 那我請教一下柏惟 用你自己的例子 再看看國民黨這樣全黨相挺 昨天晚上這樣開票的結果 其實這個開票的結果 早知道應該說 其實前幾個禮拜 大家就在輸 謝國良最愛感謝的是柯文哲 因為這兩位 大家都在討論柯文哲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熱度 拆糧的熱度 確實有被欺世了一些 那柏惟你這邊 怎麼樣來看昨晚這樣的結果呢 我其實昨天一直在考慮 今天要不要上節目 因為講到罷免喔 不免會想到當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幾個特色 可以跟 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你今天在一場選舉 或罷免案裡面 你到底是理性分析 問題跟這個案件的內容 還是一個情緒上的抒發 那難免選舉我們說需要熱情 需要民粹 需要 坦白講一個禮叫爽 爽 爽我就要回答嘛 不爽我就不要回答嘛 那到罷免案的時候 大家就說這個叫仇恨動員 再造成社會對立 的確這也是其中一個問題 但問題的本身是 製造對立 是誰發起的 今天謝國良是大家吃飽作用 跑去罷免他嗎 不是嗎 你東岸商場跑去給人家半夜破門嘛 那破門之後呢 律師 內特的律師 這個還不是民進黨的 內特的律師跑到節目上跟大家講說 我覺得這個案情哪裡怪怪的 國民黨的議員拍桌子說律師閉嘴亂講 怎麼可以侮辱我的謝國良市長 那你就會覺得這個就是政治嗎 我覺得很可惜啦 我覺得非常不簡單也不容易 那 已經開到要7萬票了 其實距離罷免門檻是7萬7千票 那當然這個還是要比不同意罷免 還要多才有可能過關啦 最後一里路沒有衝破 我覺得比我厲害啦 雖然我的投票率51.72%比50%還要高 但是 這一次我們可以知道前面幾個月 幾乎都是柯文哲的新聞啊 那不像我們當年那個時候疫情期間 大家沒新聞可以報都在報我 所以這是一個我認為 其實基隆前面兩次也有換過 換黨執政過 那這一次的罷免案 應該要很單純的回到這個市長 適不適合基隆啦 那在國民黨一開始就定調兩件事情 第一個這個叫做 輸不起跟民進黨製造對立嘛 雖然從頭到尾賴清德也沒出來講什麼話 我罷免案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因為立委當的太好 總統還有說不要讓認真做事的人孤單 賴清德沒有講過謝國良什麼 整個國民黨就一直貼民進黨的問題 這第一點 那第二個是基隆市到底有沒有能夠在議題上面論述 雖然我們有談過一些狀況 可是在整個罷免的過程 藍的把他們家的人包起來 在什麼里民做攤會裡面吃貢丸 吃水餃喝貢丸湯 然後綠營的這一些 這個可能立場比較反藍的這一些媒體會討論 你要知道爆量團體他們這一些小蜜蜂或者是街頭宣講的 其實都非常辛苦 都在日曬雨林 然後在所謂藍大於綠的基本盤裡面跟大家宣講 我認為誰代表民主的一方其實是很明確的 那我本人我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民主是一條很長的路 他不會因為叫民主的黨執政民主就結束了 台灣在三十年之前是戒嚴 三十幾年之前都還是戒嚴 戒嚴的成因是因為國民黨的槍炮鎮壓跟這個 直接坦白講就是血腥屠殺 台灣以前有五大家族 基隆的叫嚴家 他是直接被謝家趕出去子孫流亡海外的 那個姓嚴的後來生了兩個女兒叫一清堯跟一清廟 兩個直接變日本人不敢回台灣 現在後來開放了才回來 那你跟我說民主已完成 我認為民主之路要一直走 這只是一個過程 再次要感謝霸梁團體的每一位參與者 沒有二零一四年的太陽花血運 大家不知道中國國民黨這麼爛 這麼齁 這麼輕忠 那他們演了十年 現在又要回來 假裝是民主的政黨 我想基隆打響了第一炮 那未來如果還要倒行逆施 然後這個與民意越走越遠的話 那我想會有更多的罷免行動發起 那後續到底會不會有所謂的大罷免潮 但是博偉再來幫大家分析 那另外我想請教僑會委員的事 當然昨天晚上開票結果 看得出來兩陣營是兩樣情嘛 那國民黨的部分已經在放拋了 那在這個拆糧團體的部分 當然有很多的這個想要拆糧的 這一些基隆的朋友們 是在哭啦 就是覺得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失望 很多人覺得很可惜 那委員這邊有沒有聽到一些 就是民眾可能會跟你反應說 差一點點民進黨你最好 如果臨門一早把它吹下去 是不是就過了 會很多人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那所以民進黨的角色 在這一局裡面我們到底該怎麼樣來看 好 首先我非常認同前面幾位來賓的談話 那其次就孟琦你提到的這個 民進黨在這一次 霸良 拆糧行動的這個過程當中 民進黨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也在幫大家統整一下 說實在的 這一次的霸良行動 拆糧行動 其實確確實實就是由下而上 公民團體自主性發出的一場行動 所以甚至這個團體的本身 他們也希望跟民進黨保持一定的距離 而民進黨也就非常規矩的 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讓基隆市民自己來 為基隆的未來做決定 所以民黨其實從不介入 不然你說其實我本人也沒有踏進去幫忙宣傳過 雖然我們在其他的地方遇到基隆的朋友 我們會告訴大家說 要好好的看基隆的市政投下你的一票 但我們確實沒有進到基隆市區裡面 用黨的角色去幫這場行動天柴火 我們最多只是在他們在借場地 辦活動借場地受到刁難等等的時候 民黨會用黨的力量去協助一下說 讓這個過程順利一點 而且是用在地議員的身份去協助 但這絕對不是黨的力量下去 這跟國民黨之間的對比就非常非常的鮮明 所以如果一開始你就決定是這樣的立場 老實說從第一分鐘到最後一分鐘 你都應該要保持這樣的態度 我想這是民進黨一貫很清楚的立場 這是一場公民運動 這是基隆市民在為基隆的未來做決定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民進黨的角色是如此 而我剛剛說幾位來賓 我們非常認同他們的說法 其實綜合起來呢 我也想跟大家再分析一下 剛剛柏惟有說到說 其實罷免運動最常出現的 就是一個仇恨動員 那麼在這一場運動當中 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剛剛所稱的這個發動的公民團體 非常務實理性的保持 是在檢討市政的層次 每一條每一項他們舉出來 認為罷免有理 甚至想要繼續前進的 通通都是市政 從來不是對他個人 或者其他的這個謾罵式情緒式的 不是這樣的狀況 也沒有在訴諸藍綠啊 剛剛不是說了嗎 就是甚至希望民進黨是退後一點 不要讓這一局變成是藍綠的動員 所以這是第一個 這個罷良行動 完全是在理性討論的市政 所以我必須不但為這些年輕人驕傲 甚至為基隆市民感到驕傲 竟然有這麼多的人 昨天有將近七萬多的人 在這樣理性的訴求之下 站出來投票 所以是為了監督市政而出來討厭 投下他們的這一票 好 那如果是用 大家都同意是用理性來討論市政的話 那我覺得謝國良真的應該要非常非常緊張 因為昨天願意站出來的近七萬票的這個數字 代表的是已經對你非常不滿意 在光譜上是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到我願意在一年多的現在 我就站出來再投一次同意罷免 那麼你要想想看喔 明年的這個時候 已經是進入到2026的前哨戰 已經是熱忌了 2026的選舉期會從明年的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 甚至從今天開始 基隆就會漸漸開始要決定 誰是下一屆的候選市長候選人 然後就開始進入這樣的狀況下 好 那到2026投票的那一天 除了這一次七萬張 近七萬張的理性討論市政 認為謝國良不適合擔任市長的這七萬票 一定會有到時候認為說 我覺得喔 那一次我是覺得說 你還可以啦 雖然你做的也不太好 但是罪不自死啦 所以我那天沒有站出來啦 但我相信2026的這一天 只要謝國良依然保持現在的水準就好了 他只要繼續維持這樣 不滿意的人一定會更多 因為光譜是會擴大的 不希望你繼續在市長這個位置上的人 一定會超過七萬票的啊 所以謝國良到時候 還能不能夠穩坐2026市長的寶座 我覺得他應該要感到非常的驚恐 應該要重新好好檢討自己的施政 所以現在真的是福是禍 對謝國良來說更不知道啦 那維園這邊怎麼看喔 因為國民黨感覺有那種士氣大震 我看今天國民黨也是浩浩蕩蕩 開了一場記者會 不過大家都在說啦 謝國良最先真的要感謝的 真的是柯文哲啦 讓你們鬆了一大口氣耶 來維園 我覺得從這整個霸梁投票率 跟他整個投票數的絕對數的結果來說 老師講國民黨輸了啦 為什麼這樣講 謝國良贏了 謝國良的確繼續連任 我說國民黨輸了 國民黨票數是這樣子啊 上一次謝國良的票是九萬六千多票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 不同意的八點六萬票 那我說國民黨說 請全黨之力下去 然後最後還差了一萬多票 動員不力嘛 好回到這個霸梁 這個霸梁團體的部分 民進黨說沒有介入 好那這一次的票是多少票 六點九萬票 沒有介入他們拿到六點九萬票 那我們看一下上一次的選舉 上一次鄭文廷選立委落選的時候 也是六點九萬票 民進黨請全黨之力介入 也是六點九萬票 有介入跟沒介入 都是六點九萬票啦 所以民進黨根本不用動員 就是這麼多票 他們根本不需要請全黨之力 就是這樣子 問題是請全黨之力之後 不管是在鄭文廷立委選舉 或賴清德總統選舉 也是七點六萬票 其實票數沒有差多少 那我的意思是說 的確霸梁團體是公民團體發起的 這我們不否認 但的確過去這個整個在 這霸梁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民進黨籍的市議員 包含有些立法委員 以及民進黨秘書長 林佑昌秘書長也是一樣啊 他都有針對霸梁的這個事情 或對基隆市市政 做出這個批評跟攻擊嘛 所以到最後的確他還是會回到一個 當然他們是一個公民團體 但還是回到各自選民 你鬼隊願意去投票 也的確我必須說 以投票率來說 上一次立委投票 跟這一次霸梁的投票 反對謝國良的票 基本上是一樣多的 他沒有很強的能力會出來 當然也會影響到謝國良 下一次選舉的一個危機性 但還是要回到這整個部分 你看他最後結果 就是說支持謝國良 不管說國民黨動員很好 但即便是國民黨動員 這一群人都是所謂基隆市市民 那市民他願意去讓謝國良 有再一次的機會 讓他持續的把他這一切好好做完 那也代表說謝國良的確 或許霸梁團體對他有很多市政 有些批評 但也的確他這兩年 他有做了很多事情 也讓基隆市民有感 那當然我覺得霸梁團體 當然在這個政見的呈現過程當中 當然是指出他缺失 並沒有把謝國良 真的可能有做出來的部分 把他呈現出來 那回到這一次選舉 我相信這還是回到 基隆市市民的選擇 所以講到這個謝國良 他感謝的部分 的確對他感謝朱立倫 感謝國民黨 感謝很多國民黨 幫他的人 但同時他臉書他第一段 感謝還是基隆市市民 還是感謝治他這一群的嗎 那我最後還是要講 整個罷免的 這個不管他正當性如何 整個罷免走過來 這第一場你說未來會不會大罷免 時代如果今天都是以一個 站在一個比較政治立場對立的話 一定會有大罷免時代代 不只是民進黨或國民黨 雙方都會發動 這是會變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那大家就去思考說 惡性的循環是基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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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罷免這個 不要不要不要 惡性啦 良性 不要在我們講這麼正經的時候 講這種梗 我以為是謝國良 我以為今天已經很壓抑他嘴角上揚的心情 不過惡人 你剛才講到惡性罷免的問題 因為我剛才有看到一篇新聞 說傳出現在就是藍營在基隆的部分 有想要報復性的罷免同職委議長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啊 我覺得要罷免 如果今天喔 國民黨在幫謝國良捍衛這過程當中 我們論調也只是認為說 罷免這個是覺得是 他是一個最後手段 他不應該留為政黨或政治對立的工具的話 那如果因為謝國良這一意 而去罷免的所謂同職委的話 當然我認為是不妥的 首先就是說 同職委在這過程當中 當然他跟謝國良是站在對立面 但這跟他本身當議長 或當議員本身工作有做不好嗎 如果他都沒有特別做不好的話 你要去罷免他老實講 可以提啦 但提出來也跟謝國良也不會過 因為正當性不夠嘛 大家沒有覺得說他正做多差多怎麼樣 罷免的確是人民 最後一個維護自己權益的手段 這個人貪贓王法 這個人十二不赦 我們當然把他罷免掉 但如果是市政部分可以討論的缺失 或可以討論的功過的話 那就好好討論 那我覺得一任市長還四年 四年之後你要讓他貪贓王法 你這樣子貪贓王法 十二不赦 那來國偉反應話在我們拍一下 我剛剛在想你怎麼貪贓王法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選總統 選總統 你沒有選總統 你沒有選總統 對所以我就說接下來你說變成說 當然我會覺得這就會變一個 比較不好的一個對立時局發生 那也希望就是說接下來的確 我們接下來討論到 是不是選罷法的罷免問題要修改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 郭敏東要煩惱的事情 現在還很多啦 今天早上看到有在傳啦 哇現在好像有可能啊 地方上可能藍營有些人 現在想要報復性的罷免 童子偉 那謝國良最新的回應是說 他覺得基隆人都疲了啦 不可以這樣啊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看 國民黨現在在立法院 他們要推動什麼 他們要賺這個機會 賺這個小小 想要推動加嚴 這個所謂選罷法的部分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看